佛子天地游记 佛子天地游在案前等候弟子 今天的案件全部由大阎王爷审判 阎王爷身旁各有数位判官拿着一本笔记本 查看罪灵招供时有无撒谎 如果罪灵死不认罪 判官会把荧幕播放在空中 让他们心服口服 地府的笔记本不是阳间的笔记本 笔记本只要判官和阎王用意念点开即可 见到罪灵的灵魂意识阿赖夜市 所以师父说过阿赖夜市是我们储存善恶种子的地方 弟子今天经阎王解释终于明白了 我们阳间所作一切善恶都是自己造成的 大阎王爷告诉弟子 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阳世之人 不懂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无数众生造作恶业堕落恶道 才让据足时地果位的坐下弟子XX菩萨 阎王交代不能说出来 也就是现在的卢君洪台长 陈观音大悲愿力下道娑婆国土度化 有缘众生 让他们改邪向善 免惰恶道 现阳世之人 单以佛法度化实在难以 令他们皈依佛门 观世音菩萨 才让你师父在 末世视线神通救度众生 你们在世学佛人 不要去追求神通感应 一旦邪魔入体 后果是不堪设想 可知地狱有多少阳世修道之人 是追求神通感应 修行出偏差 乱用神通乱动 在世洋人因果 死后被地府捉拿 送往地狱 希望阳世学佛人好好修 你师父交代不能做 知识不要去做 本王可以告诉你 心灵法门 只有你师父 是经过观世音菩萨批准 能用神通救人 后世无人 传承这个神通 阳世心灵法门弟子 如果说自己有神通感应 能看图腾 切莫相信 弟子点头 表示明白 也暗暗警惕自己以后 回阳世要好好看师父的 白化佛法作为修行 弟子看过地府 捉拿阳世一个修偏差的通灵人 前往地狱受刑 过程实在 惊心动魄 大阳王爷 传XXX 自己招供 下到地狱 见我大阳王 就算生前是个师长 可你不做好事 全无半点为师之养 还拜卢君红台长为师 佛法戒律不守 退转还要造恶口 在XX国宣传小册子 诬赖你师父法门 非正信佛教 得师之恩 却忘恩负义 你修行之时 得福护佑 父母安康 久急的欲 为自己脸面 就怒火烧心 诽谤你师父 你与当年佛陀时代的提婆达多 有何差别 还不诉诉 在童子面前老实 我利命鬼拆带你回无间地狱 继续受苦行 罪灵爱 阎妄求饶 我认罪 我叫张XX和X人 我是一所补习班的兼职师长 201X年经过我在世清卷 介绍认识心灵法门 跟着家人学佛念经 念了小房子 给父母后 父母的病痛 得到救度病育 我期间也梦见过师父 和观世音菩萨来梦中 为父母治病 201X年随师兄 到海外香港拜师 拜师回来 精进用功 和师兄一起弘法 帮助不懂的老妈妈 打通问答节目询问 去东方台见师父时 师父见我是个老师 很鼓励我 让我以自己的身份职业 多度人学佛念经 帮助不懂的佛有解答 过后我供高我慢 开始寻求其他法门的知识 充实自己学识 自己觉得学的很多 以师长自称 追求灵界的神通感应 修行出偏差也不知道 有师兄见我情况不对劲而 发邮件询问师父 师父回复说 我修行出偏差 身上有一个写道 仙家要多念小房子 超度仙家 让我停止看其他法门的开示 和不要杂羞 我不以为然 觉得自己是个老师 读书人 这些师兄 都是不识字的老居士 和不懂佛道的小朋友 还是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去修学神通感应 大阎王也点开荧幕给弟子观看 一个黑色灵体 样子猥琐的老头子 依附在这个张XX身上 一直在他耳边 讲话误导他 师父的邮件回复是对的 真的是一个 邪道在张XX身上 不久 我发现不能控制 自己的淫欲念想 常常控制不住 自己手淫 甚至在教书时 见到几分姿色的女学员 想入飞飞 我也痛恨自己为人试表 可是却淫念不断 大阎王也点开荧幕 邪道在张XX身上 用意念控制他 让他手淫 在家里房间上网 偷看淫欲影视 其实是邪道 附身在他身上观看 我与共修会的师兄 意见不同 傲慢性子一起 我退出不修不念经 开始在外协议 过后更发展到 与补习班女学员 发展感情关系 我的女学员中 有些是未成年女孩 我是禽兽 我以自己见解 开始在网络宣传心灵法门 非正性佛教 拿了很多其他法门的 开始来攻击师父的佛法 我编制小册子 宣传心灵法门 是邪教组织 有些案例是我 自己胡乱造出来的 与事实不符合 我错了 阎王 死后就入无间地狱 被天天灌溶浆 烧得我哭爹叫娘的 我对不起师父啊 为了面子 害死自己 师父说过 我前世的邪淫 业障很重 傲慢性子 要好好改 叫我 要好好克制的 醉灵哭泣声 大阎王给弟子看一幕 醉灵深夜开车外出 经过地底隧道 两个鬼拆 紧随在后 把他魂体抽离 醉灵驾车失控 撞向隧道的墙壁 头破血流 昏迷在车内 被路旁经过的车辆 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大阎王爷 为人师表 又兼未成年女子 就算是对方甘愿 与你发展感情 在地府是视为强健 你无见地狱成戒完 后入抱住地狱受罚 观世音菩萨 念你在世学佛 念经度人功德 调你灵体过来 让童子回阳世 书写告知众生 你入抱住受刑后 菩萨怜悯你 被邪道所害 会再次调你灵体 告诉阳间众生 抱住地狱苦行 让阳世众生 以此为戒 以这些功德 还让你头道人道 免多畜生 如此好色 实不配为人师 说完 鬼差把罪灵 带去抱住地狱 弟子得大阎王爷同意 魂体归阳世 醒来 已是凌晨四十多 天快亮了 感恩师父 帝子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 答 这个人 我后来看了 是菩萨通过他来 把心灵法门的一些事情 告诉大家 你们不信 可以去查到这个人 你们记住 不要开玩笑 很多人学偏差了 自己乱来 乱悟到别人 说自己通灵 害人啊 一点意思都没有 在阳间 大家围着你 说你很有本事 下去后 就这样了 做梦痛苦的时候 痛苦吗 他这种就和梦境中的真实感 一模一样 很痛苦的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75 2018年12月25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